好,孩子们,那这个故事看完了之后,不知道大家能否掌握今天老师教大家的那种画图讲故事的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给他做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图,对不对? 在这个当中有吴王,有吴王,还有呢,月王,这是主人公,对不对? 月王就是我们的主人勾,勾剑,是吧?好,孩子们,那我们就会发现,而这个月王他手下的两大谋臣是范黎还有文仲,是不是?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后呢,文仲呢,他有一个提及是怎么了呀?game over了,被刺死了,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讲了,在春秋时期,那本来月王勾剑呢,哎,那么他已经战败了,就只能到吴王的身边去给他干嘛呢? 给他当奴仆了,这个时候呢,哎,他忍受着巨大的群主,像刚才那样去给他当奴仆了,那结果他,哎,卧心,他回国之后呢,就卧心肠胆。 那结果在这个时期呢,文仲他就建议与王,说这个吴王啊,吴王现在呢,就已经骄自满了,因为他自立为霸主之后,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牛了,于是呢,我们要在这个时期呢,让他有一些这个,这个一些杂念,对吧? 不要让他在一心的想着如何处理这个,这个朝政,那我们就有机会把他们再次攻破,那结果呢,文仲就建议他要找到一个绝世的媒体。 那他们就在明天找啊找啊找,终于,哎,找到了一个混纱女,这个混纱女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美人之一,这个人就是西施,就是西施,对吧? 那找到了西施之后,好,差不多一条广告,中国四大美女除了西施还有谁啊?陈鱼落雁碧月修花,我是不是讲过呀? 对吧?陈鱼就是西施,洛雁就是王昭君,碧月就是貂蝉,而修花就是杨贵妃,杨玉环,对吧?好,广告结束。 那我们就会发现他要把西施献给了吴王,吴王一看到西施这个绝代美女,什么心思都没有了。 郑君和西施,哎,他是寻昏作乐,根本没有心思处理于国政,于是他就沉迷于美色当中,对吧? 而这一个时期呢,越王加紧锻炼去加强自己的这个国势,对吧? 而且能让自己的士兵呢,变得越来越,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硬,那么终于他就找机会把吴国给灭掉了。 那这时候呢,越王不再用卧心抢胆了,对吧?那么他呢,就能够就叫闲鱼翻身,于是此时此刻当时帮助他的那些能臣,按理说,像范迪啊,像文仲啊,那肯定他得要让他们当丞相,当大官,这我可不能恶恩负义,你们都是曾经帮助过有恩于我的人,没有你们的出谋话错误,可能没有金钱,对吧? 可是,那当时有一个人,这个地方如果想做笔记的话,可以正确视频,把这个图图记录下来,孩子们,老师要翻过去了啊。 好,那可是呢,当时呢,有一个人就是范迪,范迪他这个人极其有远见,范迪一看到这个越王勾建,他这时候啊,哎,开始越来越死,越来越疯狂了,于是范迪他就决定彼时的收手,告老魂将不再继续去辅佐越王了, 自己从了伤,那当时为了走之前,他就对文众有了这样一个提醒,在史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他说,飞鸟进,哎,这个飞鸟,我们今天飞行的飞,对吧? 梁冬藏,脚兔死,走狗烹,月王为人,长颈鸟汇,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合不去。 嗯,这句话老师给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可以当时两分钟就背下来了啊,飞鸟进,怎么认为啊,鸟都没了,你之前不是拿弓打鸟吗,对不对,鸟都没了,梁冬藏,你那么好的当弓干嘛呀,还有什么用啊,藏起来算了,对不对,用不着你了,是这样吧,嗯,飞鸟进,梁冬藏,梁冬藏了,一起去读,去说一说,啊,动嘴巴说, 吊吐死,走狗烹,狗就是猎狗,对不对,那之前的这些人们牵着猎狗,要猎狗去追兔子,结果吊吐死,兔子死了,走狗烹,狗没用了,我把它给煮了,吃狗肉了,这样的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一个典型的丑影叫什么样,孩子们,说出来,叫忘恩负义,对不对,哎,好了,那这,这次句话我们一起去说一说,啊, 飞鸟进,嗯,啊,飞鸟进,梁冬藏,脚猝死,走狗烹,烹饪的烹,煮了的意思,对不对,再来一遍,孩子们,嗯,老师也和大家一起去背诵,啊,预备,开始,飞鸟进,梁冬藏,脚猝死,走狗烹,对吧,好,那当时呢,这个奋力,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这个,这一个谋臣呢,他又说了, 他说什么呀,说,月王为人,你长顶纽绘,说你看月王它长的,对吧,长顶纽绘那么长,还长了一张鸟嘴,看这个面相,看这个面相就会发现,它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它能和你共同患难,但是不可以和你,干嘛呀,一同享乐,等它用完你了之后,你就,哎,你可能就会有危险了,你还不走,现在等什么了,这样, 死,何不去,对不对,死就是你,你怎么还不去,就是离开,就是文远文,对不对,死就是你,去,做下笔记了,孩子们,就是离开, 好,孩子们,那我们就会发现,此时此刻,他对文众有了这样的圈高之后,可是文众并不相信月王,真的会宰了他,对吧, 结果呢,哎,没过多长时间,月王,他就送来了一把剑,而且呢,派人捎了一句话,说,哎,先生,您曾经,哎,向我,这个,展示了六种,灭,哎,这个,无果的方式,那如今我只用了三种,那三种,您,您就可以干嘛呀,哎,拿回去给先币了, 就是说,可以去见我父亲了,父亲已经死了,现在您可以去见他了,就是让他干嘛呀,拿这把剑,自禁了,最后文众极其后悔,没有听话,他就要自禁而身亡了, 所以说,这一个小故事的背后就有了一个鸟进工厂,吐死狗碰的成语,它可以用来比喻那些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用完别人了之后,一脚踢开的,一系列的,心惊狭狭的人呢,对吗,孩子们, OK,好了,相信这个故事一定会给你许许多多的启发,那么我们再把后半部分一起去读一读,看看能不能当堂变送下来啊,来,月王,一,二,月王为人,场景鸟绘,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此何不缺,再来一遍,月王为人,场嘴,哎,场景鸟绘,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此何不缺,再来一遍,月王为人,场嘴,哎,场景鸟绘,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此何不缺, 何不缺,对吧,哎,连起来,孩子们,我们来看这一小段史记当中的文言文,咱们当堂热记下来啊,非鸟尽,你如果不太熟悉,可以暂停视频,给自己两三分钟熟绘了之后,打开视频,和唐国老师一起背诵,好,预备,开始,非鸟尽,梁弓藏,脚兔死,走狗喷,月王为人,场景鸟绘, 场景鸟绘,可与共患难,不可以动乐,此何不去呢,好,孩子们,这就是对文重的劝告,对不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还要知道,这叫听人劝,吃饱饭,否则容易刺,干嘛呀,把你刺死,对不对,好,那我们总结一下,通过月王勾剑这个小故事,屏幕前的小精灵们,你觉得月王勾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相信看完第二个小故事, 你会说他忘恩赴命,心胸狭窄,可是别忘了,当我们去分析一个人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不对,那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形象呢,比如说他忍辱负重,对不对,极其极有耐力,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在这个三年级最后的历史故事讲堂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更深的收获, 大家也都会理解,人无完人,而每一个人他的性格特点都是多变的,因为分析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高年级阅读当中的必考的考点和识分点,所以我们从现在学史记的时候,老师就开始通过历史上的故事,咱们去逐渐的去训练和引导了,对吗,好,现在来沉淀一下,和我们身边的家人说一说,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谢谢大家